现在是隔离的第几天 不知道 已经忘记了 你看那个树梢上有一只鸟 鸡鸡喳喳的 你看它很大 看到吗 隔离的日子还能开门见山 是不是很幸福 看看昨天晚上做的粥 我现在把粥都是晚上买的猪好 里边放了点麦片 哎呀呀 粥太干了 太干了这个粥 今天岛上的雾很大呀 空气非常的好 但是很潮湿 趁着拿快递的机会 出来透口气 早上隔离呢 其实也并没有觉得那么闷 因为我出门就是山 山那边就是海 所以只要你做好防护措施的话 其实出门也可以看一点大自然的风景 我们听见鸟叫了吗 这什么鸟 白尾巴 尾巴是白色的 现在在过来花房这里 拿点东西 我下一趟楼要把这些事情 所有的都办好 下午就今天就不下楼了 那天来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我的房车以后一定要奉行极简主义 我不喜欢放那么多东西在房车里 花肤饼 花肤饼的盘拿回去 明天做点花肤饼 松饼 也叫松饼 现在 这个在隔离的时候 各种手艺都要练起来 咸的也是咸的 你看 这是我的这个 比勒地 咖啡壶 摩卡壶 还有这个 摩咖啡豆的 东西越少越好 是吧 那两个沙发店 还是我以前广州的房子 在租住去之前 我把这两个垫子拿走了 把沙发留下了 那两个垫子就是原来的 可以接着再用 剩下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原来房车配的 其实中途 其实中途我也曾想过 各种改 然后各种装饰 重新再弄一下 但是我发现 我改过之后的 还是不如原来的好看 所以人家出厂的时候设计的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非常简洁到位了 非常符合我的风格 快递应该是一个小的送酒吧 它是节前拍的 哇哦 差点把我这个 哎呀 他送了一个这个 吊绳 我给捡坏了 哎呀 一次意外让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哈哈哈哈 啊短袋啊短袋没所谓 哦哦 这就是我目前的拍摄设备 一个是Gopro 7 这个是Gopro 8 然后这个是佳能G7 Mark III 最新款的 这个是带3.5接口的麦克风收音 那这个Gopro 7呢 现在是基本就是作为一个备用机 就是很少用 我准备把它放在车里 增加一个机位 那现在主要用的就是这个Gopro 8 这个是一般是用来户外的拍摄 因为它防抖非常好 是吧 然后这个呢就准备作为在室内拍摄 就是一镜到底的那种 我就用这个佳能的G7